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来的裂痕的 比如说人家黑人被枪杀了 你能不能主动的到人家黑人家中去 看望看望人家家属 语重心长的讲几句话 给点补助 痛斥一下那些种族歧视的白人 有可能这场暴乱就不会发展的这么迅猛 结果朗普总统干了什么 无异于提油救火 一方面他是给人家黑人家庭打电话的 给他递打的 但是按人家弟弟的讲话 他听到的似乎是个电话录音 人家连讲一句话的机会 都没给被害黑人的弟弟 朗普总统是机关枪一样 啪啪啪把他讲完的话讲完 直接就把电话撂了 这哪是在安抚他人啊 另一方面 简直唯恐乱子不够大 朗普总统打电话给各州州长 要求他们赶快拿出实际行动来 扑灭游行 把犯罪分子全都抓起来 以前我们说疫情到来的时候 朗普总统应对的就挺荒唐的了 没想到当大暴乱大骚乱到来的时候 他应对的同样那么的荒唐 很多人可能有疑惑 今年可是美国大选年啊 难道朗普总统不要黑人的选票了吗 没有黑人的选票 他能顺利连任吗 咱们这么讲吧 本来四年前那场选举 特朗普的黑人选票只拿了8% 可是按他以往的讲法 这两年他给黑人兄弟干了不少事 阻止非法移民进来 让底层黑人有工作的机会 修改相关的诉讼监狱管理办法 让很多犯了罪的黑人 可以不在监狱里待着 此前几个月有民调显示 特朗普在黑人中的支持率 已经攀升到30%左右了 也就是说 特朗普本来觉得 几个月之后的选举 他能从黑人那拿到很多票 能让他顺利连任 但是这场大暴乱打乱了他的计划 特朗普也明白了 这场暴乱之后 拿黑人票几乎是个不可能的事了 他现在简直就是破罐子破摔了 一方面 既然黑人票我拿不到了 我现在做什么事 也不可能让黑人在几个月之后的票投我了 那么我就没有必要对黑人太客气 另一方面 特朗普也明白 美国的种族冲突是两面的 不是说只有黑人在受歧视 还有大量的白人去歧视黑人 要不然怎么会有四个警察去虐杀一个黑人呢 特朗普知道他的基本盘 他的很多选民实际上跟他一样是仇视黑人的 所以既然现在拿不到黑人的票了 干脆就跟你硬碰硬的干吧 没有哪一个美国总统能说出 我准备拿军队去平息暴乱 平息游行这样的话 但是特朗普说了 为什么 他就要做给他的选民们看 你们如果选了拜登 是个什么状态 你们清楚 只有继续选我特朗普 我才是跟你们真正站在一起的 当一个国家的总统 已经做好准备了 这个国家中的黑人 基本不可能支持他了 您想 这个撕裂 它能不进一步加深吗 更多大千世界 更多古今完人 点击赵旅拍案的头像 进来看看哦 赵旅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